我现在面前的是小米刚刚发布的小米14以及小米14pro 我们现在来开箱看一下 我们把机器拿出来放到一边 这里有一个90W的充电插头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真机长什么样子 1 2 3 这个设计和小米13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像的 对不对 是白色的玻璃 然后边缘带一点点圆弧曲线 镜头边框采用了类似于这种巴黎丁纹的这样的一个装饰纹理效果 整体上来说跟前代的小米13我觉得外观还是比较相似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米14pro 这个小盒我已经看到了 绿色的 我已经看到绿色的边框了 是一个120W的 然后120W的Type-A转Type-C的接口 小米14pro是有一点重量的 1 2 3 噪噪噢 噢 这个绿色呢 怎么说 镜面感很强的一款绿色 在镜头模组上 明显要比刚才的小米14要更大一圈 镜头模组边缘也有这种 dealing wire 也有这种丁纹的这样的一个装饰效果 它的后边缘呢 也是微微带弗现 刚才想跟大家说 它有一个手感上很明显的差别 就是它的正面 小3D曲面 就是它要比2.5D呢 要更圆润一些 整体屏幕是突出于机身的 有一定分量 这有一定分量 这次整体设计思路没有特别大的改变 左上方依然是圆角矩形镜组 后盖保持简洁 变的是一些小细节 首先镜头模组变大 这么一看14和14 Pro镜头 它还是成比例的变大了 镜头模组阶梯部分都加入了巴黎丁文 最近巴黎丁文的手机圈是真火 两款手机顶部都去除了此前比较杂乱的开孔 其中红外发射器的开孔 被转移到了镜头模组区域中间 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 好了 那我现在用小米14来给大家试一下 它这个红外发射器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来添加一个遥控器 然后选择一个电视 抬起手机 你看它有个提示叫抬起手机 然后下一步 将手机背部对准设备 好了 我现在给大家试一下 现在手机背部对准设备 然后点关机 诶 看来是可以的 看见了吗 开机 诶 看来这个功能融合的还是很方便呀 这次14 Pro有一个最大的改变 就是边框变平了 那握持手感更稳 但是呢 边框是突出于后盖和屏幕的 所以握持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凸起感 我觉得没有14握持舒适 绿色后盖非常好看 有明显的凝润感 光线下质感突出 但是呢也容易沾染指纹 相比之下14的白色依然好看很多 两款机型啊 我还是会更喜欢小的14多一些 手感上14因为尺寸更小 所以整体手感也更友好 重量192克 14 Pro呢 因为更大一些 所以达到了225克 厚度方面 14呢 也要略薄一些 这次小14和14 Pro 边框都非常窄 正面视觉观感非常好 特别小14 本身平面屏幕配合窄边框 很好看 14 Pro呢 也有一个优化 就是它采用了 上下左右四曲面玻璃边缘的同时 还优化了四个边角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米14 Pro呢 它的这个四个边框 都是微微的曲面 它应该是介于3D和2.5D之间 然后我从侧面看呢 应该是不太能够看得清这个屏幕 所以说呢 也不太存在说测评误触的情况 而且这次的小米在这个圆角这个部分呢 也做了弧线 我给大家把屏幕熄灭 大家看一下 看这个位置它也是有弧度的 就是当我从正面解锁屏幕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屏幕的这个位置 它比其他位置宽了一些 就是这种圆润的边角 你正面看上去 就不会再出现前代那种 有那个猫耳朵的效果了 我们对比一下苹果 从我测试的结果来看 好像还是苹果的边框 要更窄一点点吧 当然了 这种差别在日常使用的时候 已经感知不出来了 所以这两款手机 平时用起的光感还是很棒的 这次Pro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超四晶玻璃 小米独家名字 叫做龙晶玻璃 好像好这名字一出来 我就想起阿亚史达克 对着夜王来那么一刀 这次小米首发了骁龙八阵三 话说这两年 骁龙芯片发挥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特别设在功耗控制上 实际测试 原神极限画质 前代八阵二三十分钟 手机最高是44.2度 平均功耗是5519 而在八阵三的小米十四Pro上 最高温度下降到43度 平均功耗下降到4801 至于小米十四 平均功耗更低一些 只有4553 但是它散热没有Pro好 最高温度达到了44.3度 对于大型游戏来说 还是Pro更合适 王者荣耀这种常规游戏 Pro功耗比前代小幅降低 那十四小屏幕分辨率没有Pro高 所以功耗控制的更低 在发热表现上 Pro依然要比十四更好 低了1.4度 目标人群也逐渐清晰啊 为了探究八阵三 日常功耗的表现 我还测试了微博和抖音 分别代表了社交网络和短视频平台 微博的功耗变化不大 抖音有明显下降 总的来看 八阵三功耗确实要表现的越来越好 我记得当年 骁龙8刚出类的时候 测试原神 那个极限画质要50度啊 手机达到50度 三代过去降了7度 其他硬件方面 可变光圈来到了Pro机型上 支持主镜头最大F1.42光圈 主镜头传感器 14和Pro是相同的 它俩也都拥有相同的长焦微距镜头 充电方面 Pro120瓦充电功率更高 充电速度也更快 两者都支持50瓦无线充 马达方面呢 Pro还是要更清脆一些 14呢 还是要略松散一些 这就是定位的柴翼化了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14一些 虽然说游戏方面是弱于Pro的 但是拍照足够好 手感足够轻 我认为小米对于14的刀法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就虽然说有很多硬件环节 它是落后于Pro的 但大家最关心的那核心的几个环节 体验是比较一致的 那14主打日常使用 Pro主攻游戏 Ultra侧重影像 三者定位柴翼化做的不错 大家可以很明确的 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了